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薄乳子 透着光,一吃就会爱上的美食 冬河肉饼 300克的中筋面粉 加入3克的盐 增加筋性 用冷水175克和面 根据面粉吃水性做调整 面团要柔软适中 把面团揉到光滑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中途停下来洗面几分钟 再继续接着揉 两次洗面以后 面团自然变得光滑 不用费力的揉面 揉好的面搓成长条 均匀得切成12分 可做6个饼 把每个面积整理成球形 请看我的手法 做馒头面包 需要整理面团成球形的 都可以用此方法 下一步用油来洗面 在盘中倒点油 放上整理好的面剂 再刷上一层油 室温下洗面至少两个小时 面团会有很好的延展性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现在来调个肉馅 猪肉末200克 放入料酒 香油 盐 生抽 去腥真香 真鲜 再来点玉米淀粉 让肉又嫩又滑 葱花 生酱末不能少 其他附带的调味料都不需要 这样的肉馅已经又鲜又香 形好的面积 不用擀面 在手掌上摊成饺子皮大小 放上适量的馅料 盖上另外一张皮 把四周捏紧 然后往长里撑 往圆里撑 放心大胆的撑 只要不用手指扣 绝对不会破 如果拿在手上不好撑 就摊在桌上撑 撑得越薄越好 饼的边缘也要压薄 烙饼的时候 借助擀面杖 把饼转移到锅里 看看这饼撑得多薄 肉馅也撑得非常的均匀 锅要提前预热 不用放很多的油 饼的上面也刷一点油 全程大火 温度高一点 每一面闹30秒钟 就可以翻一个面 等得起这样的大泡泡就熟了 这饼闹的时间不要长 不然会变干 冬河肉饼是浙江衣物的美食 这饼薄乳籽 刚出锅趁热吃饼皮有些酥脆 肉香十足 放凉以后会变得柔软筋道 谢谢你关注小白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